强哥 强哥 我想死你了 你是想让我干你吧 小糟糊 你是想让我干你吧 伯倩 你在里面干什么呢你 你不是说你不再溜我了吗你 行了行了 抄着什么抄着 那么大声干什么 是想搞的满城皆知吗 给了你三十万彩礼 我银行卡都放在你那儿 为什么还要骗我呀你啊 三十万彩礼算什么 你想跟我结婚 不得给我弟弟攒点结婚钱呢 就是了呀 追女人不用花钱的嘛 那些钱都是我找银行借的 银行现在每天给我打电话说我要钱 我现在连房租都交不起了 我求求你了 你把钱还给我吧我求求你了 强哥 你看这个窝囊费的威胁我 你个没钱没事的臭保安 还真把自己弄成了是吧 想要钱啊 可以啊 把我的鞋给我舔干净了 就立马给你三十万 舔 舔 记住了 我叫雷强 在我眼里你不过就是一条看门狗而已 这是啥呀 大爷 大爷你没事吧 大爷 大爷你没事吧 你在干什么 你不要别放词啊 他明明是自己倒的 丢身上 肯定是你上了我爷爷 明明是我救了他 你个小保安有什么本事救我爷爷 你怎么又一个人偷跑出来啊 我没事 可能是老毛没有犯了 你之前昏迷不算好久才行吗 今天怎么这么快 我想可能是那小伙子救了我 小姐 全老爷子久病缠身 请了那么多专家都束手无策 那个保安一定不是一个普通人 去把那保安给我找出来 神主大人终于觉晓了 就在将场 咱们速速迎接神主大人 遵命 张凡 迟到了 实在不好意思区长 我路上有事耽搁了 我们这是正规公司 不是呀路长 想迟到就迟到 扣你一天工资啊 看什么看 还不快滚蛋 今天夜边还是你啊 你 来 来唐总 咱们先喝一杯 尝尝我酒味味怎么样 来唐总 雷总 那这合同的事 区区十个夜 咱们先多喝几杯 一会儿啊 去我的茶楼里聊 唐总 我的这个酒 怎么样啊 不好意思 我先试陪一下 小姐 你没事吧 你别管我 你们这种英雄救美的戏码 我见多了 你们就是一伙的 是我都管闲事了 你好自为之吧 别管我 李强那个混蛋 居然在酒里下药 李强 他肯定残害了不少女人 来 喝点水 清醒酒吧 我还要 好 好 姑娘 别这样 小姐 你别叫了 你听我解释 听我解释 你别流氓 我出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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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全部身家加起来 还没有我一双鞋柜 你拿什么对我负责 不是刚刚和李弘弘说 更快有心话了 我们家小凡凡 真是宣伏 秀小姐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是见用为 英雄就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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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美吗 怎么没看 你救救我 秀小姐 你平时挺照顾我的 你要是有什么需要的话 我一定一步中词 我现在就有虚了 我发现灯话了 去帮我换一下 赵凡 怎么看到姐姐反应这么大 这一会儿你都忍不了 我感觉我身体立于股 莫名的力量在涌动 你个坏蛋 你要想让姐姐给你放松一下 你就直说 来这一段洗八糟了 不是秀小姐 我感觉我回身充满了力量 你干什么 秀小姐 你再打我一下 我完全感觉不到疼痛 你别做白日梦了 你还钱我三个月房租没给呢 你再不还上 我就把你家这些破坏全都扔了 宋大人 预排的神的职业又不散了 咱们离江城有多远 200公里不到 赶紧出发 赶紧出发 明白 跟我去趟银行 不要告诉公司的那群股东 好的 唐总 那个男人是新来的保安吗 是的 唐总 公司最近新招的一批保安 也是刚到港不久 你去把车开过来 我在门口等你 好的 唐总 哎 姑娘 怎么是你啊 你也在唐氏集团上班吗 唐总呢 看这个龙站怎么处理 你也不处理 姑娘 年纪轻轻的在这等公交 看来在机场混得不如意吧 要不你给我个机会 我去你吃个饭 好好给你赔个罪吧 赵凡 你这家伙 我刚一转头 你就不见人影了 靠清违规啊 扣你工资 我就跟同事打个招呼 我怎么就违规了 原来在这泡妞啊 你有这钱 你还不如给我买两条烟 孝敬孝敬我呢 你这保安对上谁招的 怎么连当个保安都喜欢贿赂 哎呀 小姑娘 你是新来的吧 咱们公司门门道道 可多了去了 小妹妹 你要是不懂的话 哥哥可以教你啊 你敢扑他一下试试 你个小别山 敢跟我动手 小心我找人 剁了你这双手 唐总 这是今天晚宴的邀请函 唐总 莫非你是唐雪阳 没错 给我扣他三个月工资 听说晚上雷强也会到场 您要不 听说你要保护我 给你个机会 这不是赵凡吗 真是阴魂不散 你跑这来看大门来的吗 早知道你在这 我就不来了 赵凡你是不是脑子被打坏了 没有镜子 还不会撒泡尿照照你自己吗 这是你这个臭保安能来的地方吗 我确实是个保安 但我的确要求你 开什么玩笑呀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这儿可是江大的商会晚宴 来到这里的都是江门有头有脸的人物 你一个月四千不到的臭保安 从哪儿见得邀请函呢 不是每个人都跟你一样 是个见钱眼猜 不知廉耻的女 赵凡 我还真是小看你了 才分开没多久 你翅膀就硬了 我今天必须要好好教训教训你 敢教训我的人 唐总 你认识赵凡 他不过就是个穷笔保安 他是我的人 你的人 我们才分开多久 你就成别人小白脸了 你算什么东西 干什么卖我的人 怎么了这是 我看看是谁欺负我的小宝贝了 强哥 怎么了这是 我看看是谁欺负我的小宝贝了 强哥 他们欺负我 雷乔 这不是唐总吗 我还说是谁呢 怎么了 昨天晚上的酒没喝好 不高兴了 你还敢提昨晚 要不是你在唐总的酒里 我烦你闭嘴 我说怎么昨天晚上唐总看不上我呢 弄了半天是有这个小白脸了 大家还不知道呢吧 这个就是个看门的臭屌丝 从哪个后面溜进来的呀 薛瑶 他该不是你所谓的海归男朋友吧 是啊薛瑶 你也不能找个保安吧 多掉价呀 他呀就是一条看门狗 我建议你们不如去后厨打包点剩饭给他吃 要不然这条狗饿了 连鞋都舔 保安怎么了 我就喜欢保安 他让我有安全感 安全感 你说的是这个窝囊费吗 雷强你想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我想干你 我想干你 你 小哥 你 这些是谁调的 是刚才有一位客人 好像是个保安 叫赵凡 您没事吧大爷 你们别放层啊 她明明是自己倒的 来 给我弄死她 放开她 蠢 再反开我弄死她 给我打 住手 赵凡 雷强 快让你再住手 给我往死里打她 雷强 算我求你了 只要你放过她 我什么都愿意 唐小姐 早答应 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是吧 你这个畜生 放开唐小姐 你小子嘴是真硬的 我今天一定让你交在这边 老子今天必须让你交代她的 全大小姐 大家光连有失远赢啊 这是不是你的 剪吧 对 这个地摊货肯定就是他的 闭嘴 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 这是你的吗 剪的 想怎么收拾它吗 我想要雷静填我的鞋 你 给我收拾干净 哎 这种脏活累活 就不用全大小姐亲自动手吧 臭东西 再给她打得你双腿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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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凡 她关迷了 我要带她去医院 劝小姐 她们怎么处理 快行 走 自己 看得下 走 啊